赵明弹划过七黑夜空伴随隆隆炮声 在黑夜中陆军第八军团五六四旅 准确对着标靶区域实弹射击 对外展示夜间作战能力 因应共军片面升高台海情势 国军模拟屏东宝丽山被共军占领 夜空演训先以自走炮实施检验射击 再由阿帕契直升机标靶飞弹 狙击枪进行攻击准备 以105战车炮120破炮及T74机枪实施攻击 最后用各种机枪进行冲锋阵内战 展现国军战绩震撼力十足 在做每一个操演的时候 我们对安全上面的作为 会做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管制 就诚如群若瑶妈妈跟我们说的 他们希望官兵弟兄姐妹们来保卫国家 而我们在操演的时候 能够把这些官兵弟兄姐妹们保护好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国军秀出优秀夜空能力 面对中共频频侵扰 具体展现国军置地建军备战的封锁成果 及守护家园的决心 连外媒都到场关注 具有两家印度媒体 随着记者采访团到屏东 关注这场年度联勇操演 CNN的自称 国际记者也在Instagram 发布采访的影音片段指出 军队在台湾南部进行实弹演习 和军演举行的实点 就在中共无人机靠近台湾 离岛军事上所拍摄禁区之际 新唐人雅的电视 之前李黄雁宁 整理报导 里面中文字下人 真的摆倒入了联合 汇访室